美好的一天 从每日凌凉开始 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使徒习传》的第十二章 在这十二章里面呢 他讲到于是彼得被囚在监理 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有人有听过这样的说法 他们就说哇教会好偏心哦 他们只为彼得祷告 却没有为雅各祷告以至于雅各被杀 第二节讲到雅各被杀 其实错的 我看了不少的说明 讲到其实不是 我也相信教会一定有为雅各祷告 但是却因着雅各的被杀 才能更激发起教会对这个祷告的负担 所以为彼得切切地祷告神 这个切切呢 在原文里面呢 更多的讲到是祷告的一个迫切跟一个诚挚 所以他后面讲切切地为他祷告神 所以后面彼得发生了多奇妙的神迹 所以好不好弟兄姊妹 如果您是生命办法教会的 我们开始在推祷告式 敬祷告式祷告 我鼓励你开始任班 开始起来 敬祷告式 为教会 为国家 为你自己 为你的家守望祷告 敬祷告式 使神的同在充满 让神的能力可以彰显在这个世代上 所以很需要你加入来一起祷告 你可以一个月播一个小时 并不多 一个月播一个小时 敬祷告式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有祷告城墙 你开始跟着我们每一天 祷告城墙 大概加起来大概十五分钟 一天有十五分钟 你就照着念 你就照着念祷告城墙 为个人 为家庭 为牧者 为教会 为国家 来守望 很重要 我很感谢主 我们将会一群长辈们 固定的守 固定的守墙 跟美国墓主 可以形成一个二十四小时 的一个祷告网 所以等于我们在帮墓主守半夜 很感谢主 也谢谢这群忠心的长辈 好 我们教会几乎很多的人 都开始在做祷告城墙 非常棒 所以如果你还没加入 真的邀请你要加入 愿神来祝福你 阿们 発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